主播我們帶大家來關心在輪島市的第一手的最新畫面曝光了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輪島市裡頭的這個房屋 它其實原本是兩層樓高的建築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右半邊的部分是完全傾斜了 而且裡頭其實亂成一團完全看不出來它原本到底是什麼樣子 而它隔壁的這一戶更慘 因為其實這一戶在輪島市這邊其實它比較偏遠也比較鄉下 所以它的房子其實基本上都是已經年代非常久遠了 而且上頭都是像這樣子重量非常重的黑色瓦片 因此在這裡的地名 其實因為很多戶的建築物上頭都是用這樣子的一個黑色瓦片 因此它當地的地名也叫做黑島 那麼這個部分是黑島挺的一個部分 那麼這一戶其實它也是一個兩層樓的民宅 那麼地震發生當下是直接碎成 就是直接坍塌成變成二樓變一樓 那麼現在整個後續的這個狀況都還沒有辦法來做釐清 而不過其實在整個輪島市裡頭 所有的居民都已經到了這個避難所裡頭去了 那麼有些部分住在外地的這個民眾是老家在這邊 那麼回到這個輪島市這邊來趕快看一下老家的一個狀況 我們來聽一下它稍早怎麼說 我自身的時是白山城那裡的地方 在那裡工作了 在那裡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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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住在那裡 所以我看著怎麼回事 我去看見本海的地方 被害人的地方 很多被害人的地方 他是說他其實住在外地 但是那時候呢 聽到地震的消息之後呢 趕緊回到老家來進行查看 那麼現在呢 他其實家裡面並沒有所謂的坍塌 但是呢其實內部的整個包括玻璃啊 還有一些這個雜物等等 其實非常的混亂 因此他現在也不知道說 這些垃圾到底該怎麼樣來進行處理 而另外呢 近幸福採訪團隊也有準備進到這個災序裡頭 其實有準備物資要來這個 贈送給這個當地的災民 只不過呢 剛剛這位我們採訪的這個先生呢 他其實人非常好 那麼他就說 他其實因為住在外地的關係 所以他願意把這些我們帶來的物資呢 是贈送給比他更需要的人 那麼其實呢 因為當地的這個物資 其實非常難抵達到這裡 因此呢現在物資匱乏的部分呢 包括許多的 包括軍方單位 還有其他的救災單位 除了用空投的方式之外 那麼另外呢 也有用所謂的海運的方式 從所謂的輪島港 那麼從海陸的方式 運送到輪島這邊 那麼就是希望可以幫助災民 多一點物資的補給 那麼以上是來自輪島的最新現場 還給同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所以給旁邊使用 推薦 始滿 4 2 5 4 5 5 感谢观看